封冰箱台11线34公里处 23号的上午边坡滑落 影响了南北双向的通行 造成交通中断 而在公路总局的努力之下 在23号的中午时间 抢通单线双向通车 不过交通单位还是呼吁用路人 在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 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封冰箱基祺村台11线34公里处路段 因连日大雨在23号上午10点左右 造成道路边坡滩方 导致车辆无法通行 经公路总局花莲公路段抢修 在今天中午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 与原序公路段派遣大行径去到场清理 与12时5分 已经恢复三线双向通行 那目前后续持续清理中 请用路人行经本段时 减慢车速注意安全 交通单位认为 该路段暂时是可以维持单线双向通行 紧急抢修边坡坍塌的部分 并且设置交通警示灯 提醒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 要注意行车安全 记者凌杰 红冰箱采访报导